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商业对我来说呢 这是一种表达情绪的东西 我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 所以跟平时交往起来 可能会觉得不太爱说话 我觉得傻花真正的魅力 就在意它的瞬息万变 它是可以淋漓尽致地 去发挥你的想象 我觉得艺术这个东西 不应该是距离人们很远的一个东西 让人觉得很敬畏 我觉得它是每个人都可以接触的 沙画就是这样 可以看到 我可以看到 沙画吧 沙画吧 尼尔斯西 尼尔斯西 其实那个喜欢画画 受我爸爸影响吧 然后他爱画画 所以小时候好多 这时候记忆都很模糊了 但是听我爸爸说 我可能三岁就开始画画了 就拿着纸去铅笔 随便自己再画 然后正式开始学画画 就是五岁 就去了台原市少年宫 就是我们台原市当时 比较正规的一个学生 画画的地方 我叫宋云飞 然后我今年十五岁 同学们他们就不知道 那是什么东西 然后我看了亮灯 就在那摸沙子 是不是沙子这么细啊 什么的 在那看 他们就试着在上面画 然后我画出来样子 他们还有人说 你那是在烧烤 在北京印刷学员毕业之后 就从事了设计了 但是我每天就是很机械地 在拍板 在修图 这是我毕业的 毕业的时候 在学校 毕业长 严和青春 那种好特分 不是我自己想要从事的 我想要的还是拿起画笔 去画画 我就选择出国去 再去进修一下 再去学习学习 在你真正当你出去的时候 可能真的不是那样的 你要先打工 养活自己 可能去餐馆当过服务员 写过碗 到酒吧捡瓶子之类的 其实都是和画画不沾边的 甚至和以前的设计 都不沾边了 我不怎么跟父母聊天 因为跟他们聊天 怎么说 就是没有什么能聊到一起的 我妈一般理解不了 然后跟他们说 他们有的时候会觉得 挺无聊的 你这是什么东西 然后心里就是挺舒服啥的 他也有的 我要弄一本 那个作品集 对对对对对 挺好的 从小成长时 这么多 对对对 很好的提议 这个的话对我自己意义特别大 是因为在我身上有个小故事 就是自己在最迷茫的时候 让我还坚持走过来 还要继续学画画 在我工作的单位附近 有一个画廊 画廊的老板是一个老爷爷 艾尔兰老爷爷很慈祥 我就过去和你聊天 你为什么每天喜欢来这 怎么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告诉他 我说我是隔壁的服务员 但是我来这儿是想学画画的 然后我说我小时候想 长大以后开自己的画展 现在觉得好不现实呀 他就说给我一幅画好吗 就顺手就跟我的速写本里 挑了一幅画扯下来送给人家 然后第二天我站在门口的时候 他把最主要的那面墙 挂上了我当时就是 十六开不到的一个小速写 那个老爷爷就过来跟我说 孩子这就是你的第一场画展 好保存好 当时一个人在国外 举目无情的情况下 好像又觉得自己坚持了 二十多年的理想 好像要放弃的时候 突然又看见一个灯 他告诉你别放弃 所以太关键了 真的非常感谢他 明显了这次 一二三四 我觉得这个 这个过来 而且其实觉得它是一个平面的线条 就怎么样 它有点立体感也好 还是什么样也好 我觉得这平的 就类似于像这种也好 这种也好 要不然我觉得太像剪笔花一样 我觉得 可能就不要那么正常 我觉得正常反而就 我想多说 这四个 所以这里 我们的好 严格 对 我们都不想 坐下 羽毛 坐下 订阅 转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现在是在一个应该是一个技术类的 一个中专院 当时的话 他的家里人 其实蛮反对 他学这个学校的 他就跟我说 我想学动漫 可是家人都不同意 我应该怎么做 然后后来我就很支持他 因为我觉得 在这点上是他的优势 然后至少他是 自己的爱好 所以我就开始 给他家人做工作 然后后来 他现在选择了一个 动漫专业 然后去了这个学校 他现在觉得很开心 他的性格上 也变化很大一下子 然后家里面说 如果你要选专业的话 你就学到实际的 实际的那些 就是什么 就是电焊那种 将来干活那类的 我说我不喜欢 我说我想的小动漫 他们就说 你找个卖干嘛 那你将来有什么用 我说 你 let鲜铭 你不要 很快 你看 这是今日は 你看